1524年 大勇五岳之崩后 在毛利家脱离尼子市之前 大内一星从京都返回州房 失去静山城的大内市纠结力量 和尼子市的正面冲突终于登场 大内一星和他的儿子大内一龙 以及重臣陶兴房率军挺进安一国 大内军分兵两路 大内一星和他的儿子大内一龙 大内一星亲率一万包围英伟城 大军进驻英伟城下 另一路由大内一龙率领陶兴房压阵 共一万五千旗包围左东银山城 左东银山城是安一五田市的根据地 安一五田市一直以来都被大内市所压制 前文中提过 安一五田第七代党主 武田元凡趁着大内一星身在京都的时候 脱离大内市转而与尼子市结盟 但是在一五一七年的有田中警守之战中 武田元凡败与毛利元就和湘和元刚兄弟武田元凡战死 此后武田元凡的儿子武田光和继承家业 希望借助尼子市的力量重整家威 然而时运不计1524年 大内市展开反击的第一个炮灰就选择了安一五田市 尽管获得尼子市和毛利市的支援 大内市没有攻下左东银山城 但安一五田此后无力再兴 一直苟延残喘到第二次银山城之战 最终被毛利元就所灭 言归正传 回到大内市和尼子市的地盘争夺战 大内军派出山仲举 问田兴之两位家臣为先锋 率一千多奇象银山城进发 按照桃兴房的战前设想 这支先锋部队应该避免与武田市发生正面冲突 延山几项前进发 潜到银山城外后四处骚扰当地领民 制造混乱 但是山仲举和问田兴之擅自出击 攻向雄谷兴直 香川吉井摆在城外的军阵 结果被武田市的扶军袭击 大内市的先锋部队全军覆灭 之后 武田光和带领三千骑 冲出城外与大内军展开激战 与大内市的大军相比 武田市兵力虽少 但武田光和身先士族的英勇奋战 为援军的到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尼子市和毛利市的援军到达后 尼子家臣归井秀刚等人 率领尼子军和大内军发生激战 作为大内一龙的出阵 士气高昂的大内军取得了胜利 但在几日后 毛利援救制定战略 尼子军在风雨之夜偷袭大内军 大内军因此损失五百多人 而尼子军只损失了二十多人 之后双方又陷入僵持 几天后 眼见无法快速取胜 为了避免少主大内一龙的出阵 以失败告终 大内军决定退兵 第一次银山城之战 就此落下了帷幕 尽管左东银山城算是守了下来 但英伟城的城主有田兴藤此后投降大内士 在安一国的领地争夺战中 大内士稍战上风 翻过年后 趁着毛利市当主之争落幕 毛利援救和尼子经久的关系产生裂痕 陶兴防通过毛利家的重臣制到广梁 说服毛利援救倒向了大内士 尼子市在安一国的领地逐渐被大内士蚕食惊吞 中国地区的权力天平 逐渐向大内士一方倾斜 1526年 薄奇背后守护山明氏判处尼子市 与大内士联合起来排除尼子市的势力 1528年 大内一星和大内一龙再次出兵安逸 包围左东银山城 但就在这时 大内一星因病去世 大内士不得不再次退兵 此后数年 尼子市与大内士毛利市多次在安逸 背后交火 到1532年 九州岛发生动乱 大内一龙不得不渡海镇压 而在大内一星死后 准备四击发起反攻的尼子经久 也遭遇了另晚年的他心痛不已的憾事 尼子经久极为倚重 镇领西境的儿子沿野兴久 举起了反旗 尼子市和大内士各有内忧外患 双方达成短暂的和解 在兴九之乱中 大内士和毛利市甚至曾给尼子经久以支持 尼子经久绝对想不到 他平生最后一场大战 对手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沿野市和尼子市一样 出自左左墓园市的树柳 从镰仓时代开始 就在出云国落地生根 尼子经久当年夺回岳山富田城时 当时在城中的出云守护带 就是出自沿野市 为了收服沿野市 在1518年前后 尼子经久把他的第三子 尼子兴久送到了沿野家 强行做了沿野家的养子 改成沿野兴久 之后就夺走了沿野市的家业 沿野兴久发起叛乱的原因 据说是为了争取获得更多的领地 他通过尼子市重臣龟锦绣刚 向老爸提出增加大元郡领地的要求 但尼子经久分给他的 却是被后果的领地 沿野兴久认为 尼子经久之所以 没有全盘接受自己的要求 是因为龟锦绣刚在中间挑唆 于是便要求将龟锦绣刚交给自己处置 但又遭到尼子经久的拒绝 以530年 沿野兴久联合出云大赦 厄渊寺等宗教势力 以及三则市 多贺市 背后的山内市等一些 对尼子市心怀不满的地头势力 发动了叛乱 战国时代 儿子背叛老子的事情 其实是屡见不鲜的 但对于已经痛失长子的尼子经久来说 另一个儿子跟自己兵戈相像 实在是无法承受之重 父子间的战乱持续了四年 到1534年 沿野兴久败北 自杀身亡 有时可寻 当沿野兴久的首集 送到岳山复田城的时候 已过古兮之年的尼子经久 想到自己半生戎马 一个儿子早早在战场上允命 另一个儿子被自己逼上绝路 他顿时觉得心灰意冷 1537年 尼子经久将家都之位传给孙子 尼子正久的儿子尼子全久 从此隐居幕后 接过家都之位的尼子全久二十几岁 后来得到将军足利益情的偏会 改成尼子晴久 像当年的尼子经久一样 尼子晴久雄心勃勃 大举兴兵 对外征伐 攻下大内室的石剑银山 击败波膜守护赤松正友 然而很快的 也和当年的尼子经久一样 他为自己的年少轻狂付出了代价 1540年 尼子晴久在与毛利援旧的吉田郡山城之战中 大败于毛利和大内联军 大内室乘胜追击 消灭了友田 武田等归顺尼子的望族 尼子氏从此败向出现 关于这一战的具体过程 我们将在尼子晴久一篇中 做详细的解析 这里只提一下在这一战中战死的 尼子经久的弟弟尼子九姓 据说在出战之前 尼子九姓曾竭力反对尼子晴久出兵 却遭到晴久的讥讽 说他过于胆小 不如改名叫尼子比丘尼算了 听到传闻的尼子经久 正卧病在床 他把孙子晴久叫到了病榻前 告诫他应该尊重长者 并试图说服他放弃出兵 然而 这时的尼子晴久 处于高歌猛进 攻城拔寨的亢奋中 哪会听得进一个病榻之上的老人的劝说 出兵之前 尼子九姓来探望经久 与兄长推心致富 他说自己这番出战 已有战死沙场的觉悟 然而 尼子晴久 胸无雄才伪劣 血气有余而仁义不足 你我兄弟身后 尼子家必会遭遇灭顶之灾 尼子晴久虽然也有此忧虑 然而此时的他 已经没有能智慧孙子的权力了 尼子九姓一语成衬 郡山城之战中 尼子九姓战死 而尼子氏也如他所言 由此走向衰亡 最终被毛利元就所灭 1541年末 尼子晴久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84岁时在岳山富田城离开了人世 在下课上的风潮中 一生征伐无数的尼子晴久 带着尼子氏走向了巅峰 最终在尼子氏衰亡的前夜 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实在造化弄人 在本篇的最后 我们用几则一文 让尼子晴久 沙场之外的形象 变得更加丰满一些 有人评价说 他和三国的夏侯敦一样 是一个无欲且正直的人 他生活节俭 吃瓜时都要自己剥皮 因为他认为 别人包的太厚太过浪费 他对家臣又极为慷慨 无论是明马宝器 还是衣服穿戴 只要有人称赞 尼子晴久便会马上送给对方 有一次 有个家臣说 晴久家院子里的松树长得好 他马上派人将松树挖了出来 要送给那位家臣 但因为整棵松树出不了院门 尼子晴久便命人 将松树砍成小结 送了过去 另外 传说尼子晴久涉猎甚广 曾印制法华经 手抄一式物语 也曾引勇和歌 为自己画了次画像 据说 当年因吹笛子 而被剑射死的尼子郑久 颇有奶腹风范 他的艺术才华或许就是 来自尼子晴久的遗传吧 下词